哈喽大家欢迎收看乐子频道 今天这一期呢跟最近的几期不太一样啊 最近几期分享的衣服比较多 今天这一期又回归大家非常喜欢的 综合性的这个分享 有小众的包包 有LV包包的开箱 有小众家居的这个花瓶 如果大家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我是一个在德国的小众的博主 中老年博主吧 我会推荐一些比较日常的衣服的穿搭 还有这种家居的 可能你在美国 在日本 在加拿大这些 你可能不知道的一些欧洲的小众的品牌 性价比非常高的 我也会在这个频道里面呢 陆续的推荐给大家 那我们今天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视频啦 好 我们先说第一个 我看到哪个就说哪个 我先说这个包 这个包呢来自于 3-1 Philip Lim 大家可能知道这个牌子吧 这个牌子挺有名的 然后这个最近呢 买了一个他们家的牛仔包 我觉得特别好看 因为它这个牛仔包呢 全部是用这个皮包边的 然后它以夏天 如果有一些牛仔搭配 或者是全白的搭配 比较肃静的搭配 它就很百搭 而且特别实用 而且它两边做的这个设计 非常有巧思 这边呢 它就是这边浅牛仔的颜色少 深牛仔的多 然后你可以反过来 它就变成了深牛仔的少 浅牛仔的多 就跟你身上的浅 深颜色不同的 你就可以做正反两面的一个搭配 然后它这边呢 也是非常非常宽 容量惊人 里面还送了一个这个 然后你有一些证件啊 然后钱啊什么 就可以随身带着 然后如果你要是带着它去旅行的话 你团起来它一点都不占地方 而且它一点都不住 然后你要是走长途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背在你的后边 就特别的省劲 然后你就可以走无数的路 你就把它这样一横就行了 就是它 你甭管它后面好看难看啊 但是这样呢 你就可以在旅行的时候 特别特别的方便 这边呢就非常的休闲 随性 搭什么颜色都好看 同时买的一个呢 然后他们家这双鞋 非常柔软的真皮质地 然后就像一个布鞋一样舒服 也是这种小高跟 它的这个设计呢 前面是鞋的这么一个设计 穿上去显得脚型也很好 非常适合中老年 根呢也不是特别高 走路久了也不累 反正这双鞋呢 是出乎意料的 因为我原来没见过 哪个博主推他们家鞋 然后我想说 他们家鞋怎么这么好穿 我刚刚在楼下 搞了六瓶水上来 我现在是新冠二阳 所以我在想 平时我端了一瓶水上来 我没有这么喘 我现在还在 非常非常阳性的一个状态 但是基本上 我是没有症状的 除非我是做这种剧烈运动 那也有可能 跟天气太热有关系 我不知道 反正现在是 有一点点气上气 不接下气 我第一次新冠的症状 挺明显的 第二次感觉自己 是一个无症状感染者 好第二part 非常非常精彩 就是LV的 这个包包的开箱 但我之前买过 其他的LV的包 什么水桶包 各种包 那这个包呢 其实是他们家 性价比非常很高的包 就是千元以内吧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我直接在他们家网上店的 我都不乐意去店里面 因为你在欧洲的任何LV的店里面 都要排队 烦死了 谁花这么多钱还得排队 就是这个包 这个包呢 是他的化妆袋 他这个化妆袋有好几个size 我没有买他最小的那个size 最小的那个是nano嘛 我在网上看好多好多人买nano之后呢 可以改装成这个鞋块的小包 非常非常漂亮 我直接给大家上几张图带去看一看 然后这个呢 也可以改装 你就买一个小皮件 就是网上有卖那种改装的这个工具 也就石刀 或者如果你回国买会更便宜 就这一款呢 你也可以改成带肩袋的这种鞋画包 或者你平时拿它当的手提包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买它呢 其实初衷非常简单 我就是想拿它当化妆包 所以我打开给大家看一看 我并没有想说要改造它 但是它是可以被改造的 然后它里面这也是防水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 然后这边呢 你可以放什么面膜呀 或者是棉签之类的东西 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就是出门挺实用 各家里还能当摆拍非常好 但如果你要是想说去做改装的话 我看了所有size的改装里面 nano改装是最好看的 就比它更小的一个size 那还有一个包呢 也是改装出来特好看 也是LV的另外一个化妆包 反正这些呢 就是说不过千就可以买到LV包了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捷径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几个 夏天穿特别好穿的小背心 一个是我身上这件 我身上这件啊 就你简简单单一看 你就觉得它是一个普通的黑色背心 你仔细看它不是 它左右的这个肩膀是不对称的 这边扒的稍微多一点 这边是旗的 而且它整个是两片的设计 前面这片全部都是褶皱 这个褶皱的好处呢 就可以把你的小肚子给遮好 另外它在这个地方 它是翘起来的 所以如果你下面穿稍微蓬蓬一点的裙子 上下就无缝衔接特别好看 而且我比较喜欢的这种上衣呢 穿这种不是特别长 就不用噎到裤子里面 因为夏天特别是 现在是到德国的最热的这几天 如果你噎到这个裤子里面 你其实就是有双层的这种热的可热了 所以我现在就特别珍惜 一切可以不用噎进去的 能凉快一点湿一点 然后这个长度就是你完全可以不噎进去 就很好看 而且它这边有一个翘头嘛 它这个收尾也是非常的漂亮 到这里面呢 就是有腰有胯 然后这边也有设计感 所以我觉得这个小黑背心呢 还是挺好搭配的 然后另外一个小背心呢 我觉得也挺好看的 这也是来自于Astier的这个啊 就是它中间这个地方全部都是露空的 可是啊 你穿到身上 你里面穿一个白色的胸罩 或者是肉色的胸罩 根本就看不出来 就完全不会说 哦 会有漏肉的那种感觉 而且它的这个松紧程度也非常的好 穿上去也不显人胖 显得人挺瘦的 而且很舒服的一件 螺纹背心 再跟大家分享两个背心啊 一个呢 是这一件 大家仔细去看啊 它的整个一个 如果有阳光照射下来 它就是会有波光灵灵的感觉 你远处一看 你就觉得它不亮 但是呢 有阳光照的时候 它就是亮亮亮亮亮 就是很隐隐约约 很闪烁 很低调 又很耀眼的这种搭配 而且它是水墨的哦 但是它是两层 就是它里面就是这种水墨的设计 然后又加了一层渐变的这个纱 所以呢 看上去就非常有层次 有一种渐进的感觉 阳光下面照起来就更加的好看 它是穿上身上也很飘逸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 最近简直非常非常喜欢的 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 就是它穿上去更短 但是它这个短呢 又不至于说暴露 你看起来它就是这个像一个小抹胸 其实不是 它就是露的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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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的边 就有的人跟我一样的话 就是不想说整个一个大肚子露出来 就是想很含蓄的音乐露一点边的话 它就是一个完美的选择 而且呢 它是宽松的 后半呢 它是做了一个松紧 所以你从侧面看的话 它后面这个地方 稍微有一点点翘出来 显得你这个人呢 本身就会显得你人 如果你很薄的话 它就会显得你更薄 就很显瘦 然后它做的是这种硬挺的这种布料 但是它布不扎啊 就是这个布还挺好的 但是它不是那种贴身的柔软的 所以你穿上它之后 夏天不用穿胸罩 完全看不出来 不会有露点的问题 哇就简直太完美了 就是又宽松又透气 里面还不用穿胸罩 而且你搭上你这个短裤啊 裙子呀 这件就是无比的万等 好多期视频 我在下面都看到大家留言了 就是说你这个口红擦的是什么 然后我今天跟大家说 我口红擦的是什么 非常简单 一个呢 这是Prada的一个口红 我把这个色号包的 就是写到这边吧 我买的就是一个替换妆 这个呢 非常非常的好看 这个颜色啊 就是那种奶性奶性的颜色 你涂在这边做打底 它非常的滋润 舒适不拔干 是一个露面的颜色 而这个呢 是我已经 我觉得已经过期了 但是我还是一直在用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用过期口红的这种习惯 这个就是 Charlotte Tibbury的这个 Rose Wish 它是这种 比它更艳一点的 这种 颜色 它是这种颜色 所以基本上 我的这个嘴唇呢 就是先拿这Prada的颜色打底 然后在那层 就那一圈 稍微再补一点这个颜色 就是挺好看 挺立体的 有的时候在那儿 再加一点什么 Fanty Beauty的那个唇釉 就完了 好 我接下来呢 给大家推荐一个 德国的非常好 非常好用的一个面霜 这个面霜呢 叫Dr. Spiller 也是德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品牌 它不是开架的品牌 它是院线级的品牌 但是你在网上的很多网站 都是可以买到的 那你到线下的那种 像德国的DM啊 Müller啊 你是买不到的 那你就在网上订就可以了 这个是 他们家卖的非常非常好的 他们家其实也有进入到中国市场 但是他进到中国市场 是他们家的那个 我之前也推荐过他们家的面膜 这一款中国没有卖的 大陆地区至少是没有卖的 卖的可好了 都是德国人买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亚洲人 完全不知道 特别是华语地区的人 也没有人知道 但是它超级好用 它呢就是把氧气 通过它有一个专利的 就是搭载技术 它就可以直接搞到你的细胞里面 那么细胞里面有一个叫艳养菌 这个艳养菌呢 你通过给细胞助养的这个方式 就可以把这个艳养菌杀死 艳养菌如果多的话 它会让你这个细胞无法呼吸 你通过把这个细胞助养的情况下 让你这个细胞整体的活化 它就可以改善你的痘痘菌 可以 当然你要长期用 长期去调理啊 改善你的痘痘菌 改善你的暗黄 改善你的皱纹 皱纹 就是你的细胞就会被搞起来了 否则的话 你那个艳养菌太多的时候 你整个细胞就是死气沉沉 你就会人越来越老 所以这个呢 它是偏重于调理的 但是你要长期使用 非常非常的好 你可以去搜一下 德国的这个本土的评价 都是非常的棒 因为我们自己 我自己还有一个德国的网店 我这个德国网店 我都没有上架这个东西 但是我在这个德国的 这边Amazon我也有在卖啊 它就是卖的特别特别的 好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自己的网店 我其实也没有在 很勤劳的打理 哈哈 你们就 我就放一个德国Amazon的链接 就可以了 你们到那边去买 然后德国的Amazon呢 是可以全球自由的 所以不管你是在台湾 你在香港 你在大陆 你在美国 加拿大 你在日本 都是可以买到的 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我给你们看一下 它是这种 很轻薄的这个质地哦 这个一般来讲 都是在用到板上 这个猪养面霜 接下来呢 给大家推荐一个家居的好物 不是这花 是这个 英武海螺花瓶 就大家有没有见过它 其实它是非常非常红的 一罐花瓶 品牌呢 叫Form Living 它也是 非常高性价比的一个东西 如果你不太会 插花 这个你基本上就是可以 瞎插 就比如说这几个破叶子 就是我随便搞来的破叶子 插进去 它就很好看 我完全不用那个叶子 我就随便搞三朵假花 它弄上去也很好看 我看还有人呢 就把它直接插一点这种干棉花 也很好看 还有人呢 就把它里面填上土 然后当花瓶 就是种真的植物 也非常的好看 关键呢 它的价格呢 原价才90多 然后这边非常非常的细腻 我觉得它这个 就是非常值 它这个价格 然后它的容量呢 也是非常的大 如果你正面看 然后侧面看 然后你怎么看都好看 所以这个就是傻瓜型的 你随便乱插 它都特别好看 我最近买下来几个 特别好用的 这种几欧的好物 也跟大家分享一个 这个是什么呢 它就是一个小项圈 比如说我戴这个眼镜 它的这个腿 我刚才买的就是这个腿 一个小防滑圈 它非常的管用 你不要管它便宜不便宜 反正它真管用 就比如说这个眼镜 它就原来梦下初溜嘛 我现在戴完之后啊 就是你怎么样搞 我觉得你把头甩出去了 眼镜都跟着头甩 跟着头起出去 然后这个小猫爪 这个小猫爪也蛮好用的 它是干嘛用的呢 就是比如说你们家 这个浴室里面 不是洗脸的时候 那不有个镜子吗 那个镜子 如果上面有水印的话 拿它一擦 那个水印就没有了 今天视频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大家还没有加我微信的话 加一下乐子团2这个微信 那我会把我之前的PR产品呢 通过这个微信的朋友圈 然后陆续的送给大家 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 下面评论里面 会抽三个粉丝 你注明一下 你喜欢今天哪一个 我会建立一个奖品池 当你得奖之后 你就可以到我的奖品池里面 去选择 我可以发给大家的 任意一个奖品 什么都有 比如说有项链啊 还有呢就是衣服啊 什么都有 你到里面去选一个 我们就可以 非常快的把这个东西发给你 没有我嘛 就我自己 我也没有什么团队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给我点赞支持一下 如果大家还没有订阅频道 也欢迎大家继续订阅 一直订阅 继续订阅 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如果大家也是属于新冠阳性的 情况下 祝大家早日康复 如果大家还没有新冠的话 祝大家每天都健康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